二战后期,德国人终于释出了其别了很久的打杀器 V-2火箭 作为世界上第一款带着制导的远距离弹道导弹 它肩负着德国人逆转战局的最后希望 于是从1944年的10月开始 数千枚V-2导弹就瞄准着盟军的主要目标 密集的飞了过去 伦敦当然是其中的中头啦 1358枚落在了它的头上 被照顾的程度仅次于比利时的安特维普 但如此密集的打击却并没有吓到盟军 德国的算盘还是落空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说起来很惨 平均每一枚V-2只能带来各位数的杀伤效果 看来是因为它的制导精度太差了 还真不是的 德国人的技术还是非常靠谱的 他们只是用了不靠谱的人 早期导弹只能使用惯性制导一种方式 在根据目标方位计算好导弹的各项参数之后 就只能靠陀螺仪操纵着导弹 按照设定好的路线飞过去了 由于弹头上并没有装上一个可以实时回穿图像的摄像头 所以导弹到底有没有击中目标 偏差了多少都是无从自效的 唯一的方法是打个电话过去问问那边的英军 嘿哥们儿 你能帮我看看刚才我朝你打过去的那枚导弹离你还远吗 要是电话拨过去没人接的话 那就重大仰了 一次性摧毁目标 这可能吗 所以肯定是要靠间谍来提供导弹落点的情报的 但英国人就很惊讶早就控制了这些意志不够坚定的德国间谍 让他们故意误报落点 使德国人以为自己的导弹打偏了 于是就不断的修正弹道 结果越修越偏修到最后 至少有一半的VR导弹都落在了伦敦防空区的外面 所以技术不吭人是人才吭人 虽然这样讲有点政治不正确 但德国人的确是深受其害 而盟军却深谙此道 明白在知道这件事情上人是靠不住的 但靠得住的机器还得要再等上十几年才会出现 这中间的空白靠谁来填补呢 哈佛的心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B.F.斯金娜教授 于是就站了出来说 咱可以试试动物呀 比如我研究的鸽子就恰好是个很棒的选择 于是在得到了军方25000美金的资助之后 鸽子制导的计划便横空出事了 暂停一下 你觉得鸽子该怎么制导呢 是挂着相机飞到目标上空拍一下照片来修正弹道 还是飞在前面让导弹一路跟着它追上目标呢 这个是我一听到这玩意儿时的第一想法 你呢可以把你的想法先写在评论区里面 然后再接着看下去 教授斯金娜看了会说 你们都太naive了 他是动物行为学家和心理学家自然会走高级路线 那就是把鸽子训练成飞行员坐进导弹的驾驶舱里面 直接控制导弹飞行 什么 真有这么神吗 下面呢 我们就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他主要是依赖了鸽子身上的三个特点 第一点 鸽子拥有着非凡的视力 可以识别到远距离上的微小目标 第二点 别看他们脑子小 当然是处理视觉信息的速度 却是我们人类的三倍 第三点 也是最最关键的一点 他们是可以被训练的 信鸽咱就不用说了 从古至今 他们已经为人类做出了无数的贡献 而且就是在二战当中 也还有一支庞大的信鸽队伍 日夜不停的穿梭在被德军占领的欧洲腹地首发邮件 这就说明鸽子被训练的成效是非常高的 于是斯金纳教授的第一步就是从这里开始了 训练鸽子以极高的反应速度和精度来着实他们面前的特定目标 比如一个移动的小洞 一张移动照片上的特定区域 甚至是乒乓球 如果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反应 就奖励他们食物 形成一个激励的反馈 鸽子就能够在美食的诱惑下 不断的逼近精确着实的极限了 然后再把这些经过训练的鸽子 放进一个特殊设计的导弹驾驶舱里面 驾驶舱的前方有三个连着外面的圆形窗口 透过这几个窗口 鸽子就能够看到印在眼前的敌方目标了 这立马让它产生了条件反射 赶紧捉它呀 捉准了就会有吃的了 于是鸽子就会开始摇头晃脑的行动起来了 他不知道 其实在他的会计间 已经贴上了一个连着导弹控制系统的金属片了 所以美拙一下就会把偏离中心的目标 重新给拉回来 也让导弹始终就飞行在了一条通往毁灭的航向上了 希望天堂里面有吃不完的鸽子粮啊 这段视频展示了正在测试中的鸽子飞行员 从他着实投影画面里面 敌舰的精度上看起来呢 还真是无邪可击啊 所以当鸽子指导计划在1940年被追踪喊停时呢 斯基纳教授一定是非常不接受的 军方给出的理由是 他们毕竟是鸽子呀 我们怎么可能在战场上 仰赖一帮鸽子作为战友呢 好吧 似乎也说得过去啊 毕竟我们人类总是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 哪怕日后必遭打脸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呢 鸽子又重新回到了驾驶舱里面 不过这次不是杀人而是救人了 帮助美国海岸警卫队搜寻那些海上失踪的人们 他们被安排在直升机下方的一个透明小舱内 被训练来只要是看到了浮在海面上穿着红色 或者黄色救生衣的人时呢 就会着实面前的小板子 结果人家的KPI 可比坐在上面的那些人类搜救员要强太多了啊 准确率达到了93% 而人类却只有38% 所以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明ifi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